主料,辣椒面200克,辅量,蒜,盐,油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将辣椒面,蒜末较大的一半,一小时盐,一起入那热碗中待用,锅中入宽油,我喜欢辣椒和油的比例,唯一比喽。 烧到五成熟后,要一勺油入辣椒碗中,与辣椒成糊状,继续烧油,七分熟后,倒入剩余油的二分之一进入碗中,饶吧,并等待一分钟,看看完毕的红油已经出现,此时可以把一袋起的芝麻捣碎倒入辣椒油中,将锅中剩余油继续烧至七分熟,全部泼入辣椒碗中即可。 沸腾中的辣椒,很漂亮吧,冷却后放置二十四个小时即可食用,烹饭技巧。 一,容器一定要耐热哈,二一定要分次脱油,第一次脱油是为了提高辣椒的温度,使其容易出色,第二次是为了让辣椒出辣味,第三次又是为了出色,如此分次脱油,做出的红油色的红亮,香味浓郁。 三,静置二十四小时以上,再食用味道最好。 四,如果感觉到油温太高,最后一过时,可是如上天一样加点选,五好升到十好升。 降温之用,五,不要小看这个简易版的辣椒油,经过一天沉浸后,也是非常香的。 六,有人喜欢先入油炸若干从头,降温后,用石油泼辣椒,或者的最后一次泼油是加八角,豆蔻,花椒,草获等香料,我以为都可以,随你的习惯而定。 七,芝麻到最后,泼入油会更香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 då! 请订阅本频道